那您来美国的时候 您怀念中国的什么呢 您怀念您原来在中国的 哪一段时光 我特别怀念在中国时候 当工人和在美国时候 当工人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人们看到的就是工资的差别 但是很多人没看得到的是 这个地位的差别 那工资差别 中国当时是一个平均落后的农业国 对吧 那工资差别当然大 那当时一个月工资 等于美国一个小时的工资差不多 对吧 那个当然显而易见的 但是这个人的地位很不一样 在中国当工人的时候 不需要看着老板的颜色形式 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领悟 就是说你有了这个job security 有这个保险 你呢才敢跟这个领导顶嘴 你才能对领导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你才能才能说 指证 指证对吧 而且那时候人呢 其实不是懒的 说大国发言冷汗 那个跟我的经历完全相反 我是到美国才学会模样工的 牧羊工是技术活 你想想你要是牧羊工必须什么 让老板看着你干得很欢声 就是不出活才行 您太厉害了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 他就是一个 那时候在当工人的话 他大家呢 他不是说没有懒的 他是明目张胆的懒的 但是那是少数人 他不需要偷懒 他就是 我们班里边就有一个叫赖包的 那就是情绪低落 我们班组长拿它没办法 但大多数人呢 还是勤勤更耿 很多人呢是闲不住的人 他自己的活干完了 跑这帮你去干 那现在回中国还能找到原来那种感觉和氛围吗 很难找到 这种感觉和氛围 我们在这种感觉和氛围 是不得了 是不得了